没想到中国西藏这条河居然活了 一千亿吨水自动跑进沙漠 结果发生了神奇反应 不料接下来一幕彻底轰动全世界 那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众所周知 我国水资源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 有些地区水多的闹洪水 而有些地方却因为极度缺水土地干裂 比如我国的西北部地区 尤其是新疆 沙漠面积占了我国沙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 基本年降雨量才有300到400毫米左右的 但是这些地区的蒸发量却超过1500到2000毫米 也就是说蒸发量将近是降雨量的五倍多 这也就导致我国西北地区 常年处于极度缺水和干旱的状态 严重制约了当地人和动物的生存和发展 然而相比于西北部地区 我国西南地区则截然不同 尤其是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 其水资源相当充沛 不仅拥有众多的河流 比如雅鲁藏布江 金沙江 蓝沧江 鹿江等 还拥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冰川水资源 据统计数据显示 西藏常年的降雨量可以达到7132亿立方米 其境内的河流每年的净流量约为4482亿立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 黄河年净流量约为580亿立方米 可想而知 西藏蕴含的水资源是有多么的可观 正是基于我国水资源分布布军的这个现状 很多人便想到了把西藏充沛的水资源调到西北部地区 于是在上约我国西北干旱和缺水的问题 将新疆的荒漠变成良田 当时 这个水利构想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各种真真假假的言论层出不穷 对此 在2015年7月的时候 我国的水利部曾公开发表声明 目前关于红旗和工程的规划传言纯属子区乌有 国家从未做出过任何相关的工作规划 而到了2017年 随着我国南水北调的中 东县路完工并投入使用后 红旗和工程又再次引起了热议 于是 中国工程员6名院士 12名教授和多名权威专家 博士组成了研究组 取名S4679课题 主要就是为了研究和探讨南水北的西县工程 也就是红旗和工程的可视实性究竟有多大 但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关于红旗和工程的研讨会有院士 专家和学者的参与 但也仅停留在课题研究阶段 并不代表该工程国家已经立项了 那为何红旗和水利工程会面临如此多的争议呢 甚至有人说 红旗和工程更像是一响天开的纸上谈兵 根本实现不了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下红旗和工程的整体构思线路 它主要是从西藏的雅鲁藏部将大拐弯附近开始取水 同时还会在沿途取一共藏部和帕龙藏部的水资源 然后靠着它们自流出取约509千米后 就会挥入木江 在流经木江60千米左右河道后 借助隧洞挥入蓝仓江 在流经蓝仓江43千米左右的河道后 挥入金沙江 在借助金沙江97千米左右的河道后 通过隧洞 明渠 水库等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方式 把水引入雅龙江和大渡河等河流 再绕过乌峭岭流入河溪走廊 最终流经沙漠边缘地带到达河田和喀什地区 全线总长约6188千米 其中自然河道只占了约200千米左右 一级每年的吊水总量可以达到1000亿立方米 基本与黄河年径流量相比间了 也就是说 如果红旗河工程真的可以实施的话 它将成为全世界吊水数量最大 调水河道最长 吊水难度最高的水利工程之一 当然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如此巨大且有深远意义的水利工程 在全球水利建筑史上也都是难得一见的 但是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 红旗河工程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第一 该工程沿途地形地貌和水文气候情况复杂多变 而目前我国对这些地区的水文气候情况掌握的信息还非常少 同时根据工程的总体设计线路来看 沿途需要修建大坝 水区 隧道 隧洞的地方大多 是在海拔落差大 地震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 第一 该工程沿途会经过我国十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而这些地方都是我国生态非常脆弱的地区 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方案 一旦贸然施工 很可能会引发地质改变和生态环境危机 第二 该工程取水的主要河流基本都属于国际河流 如果贸然行动 很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 就比如 印度听闻民间关于红旗和工程的言乐 就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因为红旗和工程的取水点主要就是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附近 而此河流属于国际河流 在我国境内被称为雅鲁藏布江 流经印度后被称为阿萨姆邦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 印度一直担心 如果我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实施大型水利工程 很可能就会威胁到他们国家内水资源的利用 甚至部分一眉扬言 我国这个工程是在江河流武器化 虽然红旗和工程目前仍处于勘察和研讨阶段 也没有正式被国家立项 未来会不会修建暂时不能确定 但是小编认为 印度的这个担忧有些过于极端了 因为就算我国真的要修建该工程 也会充分兼顾生态和下游水源情况 根本不会做出用水流来砍别国脖子 这种有失大国风范的行为 第三 红旗和工程的造价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因为根据该工程的规划 其造价或超过4万亿左右 大家都知道 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也才2500亿左右 南水北调投资将近5000亿左右 而红旗和工程却要超过4万亿 这是前所未有的烧钱大型工程 确实需要慎重考虑 另外 就算一切自然和技术上的难题都能被克服 但该工程规划中还存在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工程掉水量的稳定性很难评估 因为根据规划该工程预计年总掉水量可达约600亿立方米 但根据目前的雅鲁藏布江 木江 蓝苍江的水源开发情况分析 要实现600亿立方米的掉水标准基本是不现实的 因为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木江 五江 义河 那就是金沙江 雅龙江 木江 雅鲁藏布江 大度和各个水流节点上测得的平均净流量数据显示 五江 义河的年均理想掉水量只能达到440亿立方米左右 基本只达到预估掉水量的70%左右 而且五江 义河跨度大 沿途一系列的梯级水库等水利工程 一旦某一点发生故障 直接就会影响整个掉水工程的稳定性 总之 虽然红旗和工程未来的蓝图是非常宏大的 其具有的潜力和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该工程面临和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再加上如此大的超级工程 如此长得输水距离 存在太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和不确定性了 所以 目前只能说红旗和水利工程更像是空中楼阁 并没有可信和实际的数据可以支撑其建设 尽管如此 但是很多人对红旗和工程仍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毕竟我们都希望把我国的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让西北的沙漠能蜕变成凉田 如果红旗和建成会让沙漠变凉田吗 那假设如果红旗和工程能实施 真的把脏水引入了新疆 会不会出现人们憧憬的沙漠变凉田呢 答案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当初人们之所以会提出红旗和工程的设想 主要是为了治理西北地区的干旱 缺水问题 但是就算水资源能够顺利达到 启用水效率也是很难达到预期 这跟西北地区的地貌和气候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特别是我国新疆沙漠面积占了 我国沙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 当红旗和的水引入这些干旱的沙漠地带 水流很有可能就会在沿途大量蒸发掉 也就是最终引入的水流量只会越来越少 再加上红旗和的水在引入沙漠地区 受到气候和地貌的影响 在途中大量的蒸发后 就会形成水汽进入云端 但因为受到大气环流吸风带的影响 这些云端的水汽很有可能会被吹向陕北 山西 河北等地区 会给这些地方带来强降水 我们可以试想下 每年接近一千亿立方米的吊水量 如果有将近一半以上蒸发到了天上 这如果形成降雨 那得有多么可怕 综上左述 红旗和宫城的就算建成 只要实现让沙漠变凉田的目标 还是任重道远的 这也是为什么红旗和项目 一直处于研讨阶段 迟迟没有付诸实践的关键原因了 不知道 在未来某一天 人们会不会找到最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希望那一天不会太远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